圆妹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 我早就原谅你了 有两个女孩 叫小安和小西 她们是最好的朋友 小西每天都会对小安说 许许多多的秘密 并叮嘱小安 不要告诉任何人 可小安还是背叛了这段友情 一天 小西去找小安玩 到了小安的屋外 她透过窗户 看见小安 正与小华激烈地进行着什么话题 于是 她把耳朵贴在门上 想听听她们说什么 一会儿 小西的眼泪毫无预料地掉了下来 原来小安背叛了她 把她们之间的秘密告诉了小华 小西忍无可忍地推开了那扇门 说道 小安 我恨你 便转身跑了 自打正以后 每当小安遇到小西时 都会内疚地低下头 一个星期后 小西收到了一封来自小安的信 她把信打开来 发现信上写满了很多个对不起 小西笑了 于是 她就去找到了小安 便对她说 小安 我早已原谅你了 我们继续做回朋友吧 小安看着小西点了点头 自从这一天开始 她们的友谊 变得更加坚固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不要背叛友情 一旦失去了 就无法找回原本的样子了 待会儿